作词 李宗盛 中产阶级的第四世纪中产阶级与社会变革 何谓中产阶级 这个是我在我的节目中第一次提到 那么中产阶级就是我们前两集讲的商人阶层 当商人阶层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 并且他们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权力的时候 那么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 那么这个中产阶层呢 我们又称为市民阶级 这个词并不陌生 我们很多地方提到要有市民阶层 要有公民阶层 指的就是这个 以商人为主的这样一个阶层 这个对于中世纪来讲是个新事物 它是十二世纪以后出现的 它出现的前提就是我们前面几集讲到的 欧洲经济的恢复商品经济的恢复 以商品交换 以贸易为主的这个阶层 中产阶层 毫无疑问 它带来的影响就是社会变革 它带来了哪几个社会变革 总共有四个 我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是商人阶层 也就是中产阶层 和原有的旧贵族和封建贵族 他们之间的矛盾 瓦解了原有的封建关系 这个封建关系我在前面讲过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中产阶级的崛起 改变了原有的政府之人 它转换了原来的政府之人 原来的政府之人就是非常单调的 由于中产阶级来了 改变了它的多元结构 第三个是在教会的这种 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 商人阶级成为教会慈善事业的一种主力 当然慈善事业这种君主 封建贵族 他们都做这件事情 他们教会也做 但是商人阶级由于它是新京的中产阶级 并且他们具有一定的财富 所以他们后来成为慈善事业的一个主要力量 那么第四个呢 是中产阶级 崛起 改变了农村社会 这个我们在下一集还要展开 我们先看看 它是如何从这四个方面来影响社会变革 那我们看第一个 由于商人阶级 无论是从财富 还是从他们的灵活性来讲 他们都比原有的旧贵族 要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具有活力 并且他们代表的是新事物 原有的贵族是暴产首缺 并且贵族 由于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这个封地 都是大部分都是世袭的 他们花钱也大手大脚 不像商人 他们比较精打细算 他们要考虑投入产出笔 他们要考虑做生意去投资 所以贵族和商人之间是 你看不惯我 看不惯你 你们这些穷小子你们没有特权 我这个贵族荣耀是祖传的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就有点像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碰撞 那谁代表着更新的东西 那肯定是商人阶级 所以商人和贵族之间的矛盾 就造成了这个中世纪的一些变化 而贵族直接把商人作为他们的对手 不但是经济上的对手 也是政治上的对手 认为商人对他们的垄断 特权的这种社会地位提出了挑战 其实我觉得商人做的并不过分 为什么 因为你获得了经济权利之后 你肯定要考虑政治权利 是吧 我不能挣很多钱 然后被你敲于重税 这个是对谁来讲都说不过去的 所以他们组成商业协会 他们取得城市的一定的权利之后 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变革的第一个特征 开始了 他们瓦解了原有的这种封军封城的封建关系 那么一般的中世纪评论家呢 把中世纪社会分成三个等级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第一种等级是祈祷者 第二种等级是战斗者 第三种等级是劳动者 这个有点像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三级 听得出来吧 祈祷者不就是教会教室吗 是吧 垄断特权的僧女集团 这个在除中国古代社会之外的任何社会 神职人员他都是特权 而且他是从人类的早期社会发展 就有这样的特权 我们最早出现的这种特权阶层 就是这些神职人员 第二种呢 就是战斗者 这个是什么 贵族骑士嘛 是吧 伯爵啊 骑士啊 贵族啊 是吧 那么 我觉得像世俗君主 世俗君主 他应该也是属于这个战斗者 其实他们是在这个 祈祷者之下 其他者持有这个教会的神职人员 大主教啊 神父啊 从教宗到下面的各级 那么第三者就是劳动者 劳动者在中世纪 中早期的时候 他指的就是龙奴 指的就是那些 或者电龙 很少有资格龙 他们都是有人身衣服关系 都在前面解释过 但是这个三级 社会阶层的这种体系中 是没有商人阶层的地位 为什么 因为中世纪早期 他没有这种商品阶级 没有市场阶级的 这种发展 所以他也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问题是 我们到了十二世纪之后 到了十日军东征之后 地中海贸易起来之后 我们不得面对一个新兴的商量阶级 所以呢 这个在王权和教权的这种碰撞之中 商人公民阶层市民阶级 他们毫无疑问 会对自己的这个阶层 所代表的利益 提出更多的要求和挑战 所以这个具有更多生机的经济阶层崛起了 对十二世纪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 提出了挑战 也改造了他们的社会结构 在中世纪早期 人们更加倾向于上帝 按照他所想的方式创造了世界 你们这个社会就是这种三级结构 那没想到后来会出现商人阶级 商人带来的好处是各个阶层都愿意接受的 是吧 教会也愿意 这个 贵族也愿意 管理城市的人也愿意 当然这些守红业者也愿意 他们就是为商业服务的 包括那些周边的农民 他们都从商业发展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的收入 那么这个情况下 整个中世纪早期的农村社会 他也开始把原来原有的固化的这种社会秩序 原来那种脑海中上帝创造的那种 永远的那种 用我们东方的语言来说 就是小桥溜水人家那种 就是古典农村结构的那种社会 庄园经济 就把它瓦解了 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社会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社会生活 是吧 一旦荣民进城了 去看到城里面是 城里的商人是这样生活的 原来做生意可以这样做 他们也有一种想法 而且他们听说 我们逃到城市里一年加一天之后 我们就可以成为自由的人 对于商人来讲 自由就是他们的一切 他们可以去五湖四海去做生意 去结交各样的人 去结交各种有见识的人 这也促进了欧洲社会的 整个这种文化和这种 社会节目的一种升级和变化 所以呢 这种商业的这种灵活的模式 新鲜的事物 对原有的这种固化的社会结构 是一种策略佛力 来去自由的权利 正是商人生活的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 富裕的中产阶级 就构成了瓦解封建生活模式的 一股崭新的进步的潜在力量 这个我在前面提到过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君主们是怎么去看 中世纪的君主对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态度 可以描述为天生的敌视 但是这种敌视 因为他们要获得更多的钱而妥协 他们才开始跟我们东方的统治者是一样的 要纵容一伤 而且在一些关键的这种物品的经营上 是国家垄断 像汉武帝的那种盐铁钻卖 这些都是国家垄断经济学 说难听一点就是解你的羊毛 不管用哪一种流行的经济理论 君主们确实需要很多的钱 因为他们需要去互相的攻伐 需要打仗 需要修理他们的庄园 要给他们封城钱 来收买他们的驯服 而且还要资助像十字军东征这样大规模的战争 这都是他们必须要去做的 那么他们发现城市和商业是非常有效的岁源 这个时候大家谁跟钱过不去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各个城市的管理者和君主 在十二世纪之后开始对商人阶级 松动 我们跟你 你许我去镇压你 不如我跟你合作 并且我出兵保护大家的利益 我们保护这种商业的商会的合法性 这跟中国的君主就有区别了 为什么 因为东方君主他是家天下 大家明白吧 他一家一姓一朝 他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个 就让自己的精子永远统治 而我这个故事在我的另外一个专辑 我话说的很难听 东方社会就是这种结构 就是动物森林的法则 我讲的很难听 我讲孔雀的时候我讲过 大家都这样想 从秦始皇开始 到汉武帝 到后面的什么太宗太宗 你看中国皇帝都都都 说实话都是挺窝戳的 他想做你祖宗 是不是 他就是你家的祖宗 对吧 祖宗 他们 他们 巩固权力之后 建立新王朝 他们要做的就是 种农一伤 再种农一伤 我们的这种 卢家的典籍 对三人也是 进行抨击的 是吧 无伤不见 是吧 三人重于利 这些都这样 小人重于利 都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觉得整个东方社会 他对于商业的压制 对于商业的破坏 还是出于他的这种原始的血缘社会的一种传统 他要只让自己的这个DNA千秋万事 别人我不管 别人死后我不管 其实我这个讲过了 其实大家都上了孔雀的当 孔家是千秋万事 没有一家是千秋万事的 扯远了 我再拉回来 欧洲人不这样做 君主一见 商人有利口毒 咱们可以合作 是不是 是吧 怎么合作法 是吧 我给你政治权利 你给我经济利益 大家完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交换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中产阶级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社会变动 他改造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 带来了政府执任的转变 原来的这种单一的 这种中世纪的政府执任 他变成一个多元之人 因为他这个政府要管理商业 要管理大家怎么来做生意 管理新出来的事物 他政府的管理水平必然是提到的 他比一个农业社会的政府 他建设的东西肯定会更多 他遇到的问题也会更多 所以从这个程度看 我们知道后面200年之后有文艺复兴 我们这个要看到 文艺复兴跟商业地中海商业贸易的腾飞 这个是密不可分的 是他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所以此处呢 就要谈到了这个 政府开始减少对封建土地的疑难 减少对那些龙奴的压迫 他们开始把他的经营的这个眼光 放到城市中去 出现了很多商业贸易城市 这样也促进了首席的发展 他整个社会结果发生的动药 原来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 大家能听明白吧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对于这个整个教会系统 基督教的这个参与和变化 原来我们讲这种像 赈灾慈善事业 这个在欧洲中世纪都非常常见的 为什么 因为在基督教的事业中 做这种事情是 这个叫慈善事业啊 赈灾啊 这些是非常好的 就是取悦于上帝的 所以当地的贵族 包括世西君主 包括各地的贵族 他们都以赈灾穷人 作为他们的高尚的品德 所以他们都喜欢这样做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欧美人 也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 都是大慈善家 这个是他的这个整个 因为到那个时候 基督教已经一千年了 这一千年来来 这个宗教的教义 就是这样规定的 他的整个社会人理 就是以这样一个 耗散设施的这种情况来认定 我来说给大家听一下 中世纪的道德家的说教 集中于经济人理的三个方面 贫困救济 公正价格和高利贷 那这第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 是吧 贵族啊 王公贵族啊 是吧 可以去赈灾 而且最后商人 由于他的经济地位 由于商人想获得更高的地位 他们成为后面的慈善的主力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公正价格 这个一直到 什么时候才解决 一直到这个托马斯 阿奎纳 他提出了一种 合理的价格 他直率的提出 合理的价格 是在开放市场上 通过合理的讨价还价 而确定的 只要不是以自松 只要不是假冒伪劣 不是用囤积商品来 制造这种消费差 制造这种 这种货源紧急 这种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托马斯阿奎纳的 合理价格 他也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是中世纪的大神学家 他在我这个体系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么基督教中 最重要的一个美德 就是要博爱 每个有钱人都 有机会 有希望给穷人私舍 所以商人大部分 也是这样的人 无论是王公 无论是贵族 还是旧贵族 还是商人 做新的中产阶级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 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家族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这种文明的 腐化剂 它是基督教社会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掉的话 我们看到一切都不可人实现 因为它是一种 在一千多年的这种教导中 他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去救济虫 我们去建设医院 我们去救死福上 这是一种美德 你会在上帝 让你得到 得到祝福 我们可以以后 死后得到这种 上天堂的许弱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跟基督教 分不开的 这个讲过了 这个之后呢 它除了 我刚才讲了 贫困 救济 功能 价格 还有高利贷 这个可不好办 因为在天主教的 这种教育之中 放高利贷的人 这个是犯罪 所以他不许 放这种 有利息的高利贷 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 就阻止了 这个社会 市场信贷的发展 阻止了 这个经济的发展 因为商人 他做生意要借钱 那别人不借 为什么不借 我借给你们白借 我不能收利息 所以这个问题 一直等到 终于要改革之后 加尔文五条 加五条 才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合理的利息 所以荷兰 他首先成为 这个金融业 比较发达 现在很多金融业的 这种原理 这个启发 包括股票市场 都是这个荷兰发明 他新药改革 第一个国家 第一个新药国家 尤其是这种 农村的这种 这种高利贷 当时是没有人放 你把高利贷 放给贫古的农民 大家看过 那个萨斯比亚的 这个威力商人 是吧 就是那种刻薄的 这种呆板的犹太人 这个是比较 遭人憎恨的 所以欧洲 很多社会 都有这种排游的 这种倾向 为什么 但不让犹太人 去做其他事情 只让你们 翻高利贷 是吧 这就是他 这个整个一个社会 长期以来 文化上形成的 一种东西 所以文化的力量 是很强的 你知道我们中国社会 去做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都不可理解 但是在欧洲社会 这是一种常态 所以现在也有 很多大商人 他也是大慈善 像比较该慈 他慈善 做了一件比较烂的事情 他去支持那个 思维组织 去支持那个谭德赛 所以商人和城市 开始为了防止社会 城市开始建立公共的扶贫体系 成为个人慈善 和教会工作的一种补充 而在此之中 充当主力的 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 那么还有呢 就是最后的一个 比较重大的影响 就是我讲的第四点 就是商品经济发展 他让农民看到了希望 也有始处是很多的农民 从原来的 他们在土地上 这种辛苦的工作 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可能他们的营养成分 比我们东方社会 比那个天朝要好很多了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出比例来 是吧 天朝的这种饥荒 天朝的这种战乱 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战乱死亡 非人口死亡的比例 都是全世界最高 其实 其实奴家这种社会 一点都不稳定 他要的是超稳定 其实他一点都不稳定 我前两天跟 徐先生 徐思远先生 酷润做的一个节目 就讲到了 中国社会是一个 正式面体结构 无论怎么推倒 他另外一面 绿起来还是一样的 为什么 他没有商人阶级 他不会带来社会的变化 和社会升级 这就是我说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是吧 无商不服 你没有公民结成 你怎么可能带来公民社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比较重要 正因为此次 我们才有后面的 一系列的问题 不过这已经是 下面的问题 我们下一集要讲到 农村社会的变化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